哈嘍 陽明山蝴蝶記 5月底登場 自2000年開始 由陽明山國家公園主辦的陽明山蝴蝶記 今年將於5月30日正式登場 經典蝴蝶記與以往有些許不同的地方 在活動期間二子瓶服務站新天註點人員 每20個遊客或到半點會進行15分鐘蝴蝶生態導覽解說 方便民眾了解陽明山國家公園蝴蝶生態 台灣目前有400種蝴蝶 而陽明山有180種以上 其中巴拉卡公路至大屯山至面天山之間 因為植物物種豐富、環境優良 提供蝴蝶良好的棲息場所 蝴蝶資源最為豐富 陽明山國家公園秘書張順發表示 活動目的是期望能傳遞保護蝴蝶的重要性 陽明山上皆是台灣常見蝶類 如斑蝶類、鳳蝶 雖自五月底蝴蝶開始變多 張順發也提醒 看蝴蝶要配合天氣 蝴蝶怕熱、太陽太大會不出現 他建議最好在清晨六、七點時 或傍晚四、五點來 此外下雨天也看不到蝴蝶 因為翅膀會潮濕 此次蝴蝶祭活動預估會有近三萬人次 陽明山國家公園也呼籲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以免塞車 文化一周 蝴蝶蝴蝶生的最美麗 報導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